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聪金融交易技术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好 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学员问我 说这个你为什么非要美籍拍拍胸啊 是这样子 因为自媒体人嘛 你总得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或者有一个口头禅是吧 不然的话呢 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个太平淡 很快就忘掉你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哎呀 这个动作很好啊 既能自我鼓励 也能够激励大家 而核心是我想表达就是说 我讲的不但是干货 而且是发自内心 好前面三集啊 咱们讲了很多盘口的知识啊 很多从盘口机构订单的角度来看 重要的这个K线 就是大阳线大阴线 以及最重要的反转形态 就是我们的上阴线下阴线 好后面呢 我们就不打算讲盘口了 太繁琐太复杂 那么我们就开始讲K线 按理说讲完K线 那是不是该讲K线组合呢 这个时候呢 我想告诉大家 K线组合 其实 看似非常复杂 其实非常简单 什么意思呢 K线组合 不同的书啊 有各种各样的K线组合 你看日本的那个纳筑图技术也好 还是其他的技术书籍也好 总会每个人都喜欢按一些名字 是吧 有的按成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这样子 三个往上走的 往上走的 那么有的人叫什么 三个红小兵 是吧 往上走 往上走 一二三 那么又比如说 这样子往下走的 有的人叫什么 三只乌鸦 也有人叫什么 三个黑小兵 也有人叫一个 他的自己的名字 是吧 那比如说这些 上面有的人去搞一个什么 叫做射击之心 那么有的人可能叫另外一个名字 是吧 反正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名字 什么徐日东升啊 好多好多 可能你 你如果是你单是去 为了去记他们的名字 紧紧K线组合去理解 说句实在话 你记了明天就忘了 因为你不知道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等大家学了道士理论的那一套形态学 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那套形态学 以及突破云逆转形态 那套理论之后 你学到这套理论之后 你就会发现 无论多复杂的K线组合 全部可以转化成形态学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豁然开朗 根本不用记这些东西 而且你知道它背后是什么 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 所以基本上K线组合 我也不打算讲了 所以我给大家就是说 给大家说一下 K线它是怎么形成的 K线和分时图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如果理解了这个分时 那么你的所有的分时 你都可以把它转化成将来倒式理论的那套东西 好我们现在来简单的看一看 到底我想说什么意思 但是你要转化之前 你得打基础 就是你得知道这一根根的K线 它背后是个什么的 是一个什么分时图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把K线和分时 它们之间来一一对应起来 好我们首先看最容易的K线就是什么 大洋K线 这个大洋K线 大洋K线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这个是一个开盘价 这个是一个收盘价 那么就是从今天一开盘 一开始它就开始涨涨涨涨涨涨涨 一直涨到收盘 当然我们的开盘和收盘的概念 主要是股票里面 每天早上开盘时间 或晚上的这个收盘时间 下午收盘时间 但是如果是在数字货币加密货币 它没有早晚呢 那无所谓嘛 加密货币它是这个怎么定义的那一刻 比如说明点开始定义的 那么这个就是开盘价 那么从第二天 那个晚上12点31 它定义的这个价格 就是收盘价嘛 这就算一天啊 如果这一天从这个时候开始涨 一直涨到尾 那么就是一根大阳线 大阳线 好 那么如果它不涨到尾呢 它涨成这样子呢 涨成这样子 画的不好啊 画斜了 它如果涨成这样子 那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开盘价在这儿 开始涨涨涨涨涨 涨到这儿上去 回来了 回来了 但是呢 回来的不多 明白吗 它的这个图形 就表示这个图形 好 我们又再来 那么如果 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形 或者是 再来 这样的 就是一条线了 图形 然后呢 已经变黑了 另外一个颜色了 这么个图形 好 好 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开盘价还是在这儿 是吧 开盘价永远在这儿 这是收盘价 那么这是收盘价 好 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开盘开在这儿 开始涨涨涨 涨得很高 但是它又全部回来了 回到这儿 这是开盘 这是收盘 这是最高 这是最高 所以 这个上面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就是表示它的价格曾经到这儿 然后又回来了 回到了这儿 好 同等道理 那么这边带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一个十字形 表示开盘价在这儿 然后涨涨涨涨涨涨涨的很高 后来又全部回到了这儿 回到了原点 基本上回到了原点 还往下面打一点 再抽回来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形成 就会形成我们刚才第一个的这样子一个图形 好 好 我们再看这个图形 它已经变黑了 变黑什么意思 开始在下跌了 下跌是怎么回事呢 开盘在这儿 是吧 开的 涨涨涨涨涨涨 涨到最后 跌跌跌回来 回来 它的收盘价已经低于这个开盘价了 已经低于这个开盘价了 它们之间已经开始低了 没有超过开盘价了 那么它就会出现一根这样子的一根线 好 所以呢 每一根K线实际上它都可以画出它的一个分时图 同一个道理 一个分时图也可以组成每一根K线 好 我们通过这种分时图来看 那么你看分时图这些结构 以后再做道士理论的分析 再做波浪理论的分析 它是不是看起来就更加直观 更加明确 是吧 好 这呢是一圈 这个我们说这是一圈怎么样 上涨的是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下跌的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下跌呢 它仅仅是反过来 我们看 这个如果它是下跌的话 这个地方 如果它是红色的下跌的话 那么就是反过来 等于说它的开盘价 开在哪呢 开在这 它的收盘价 放在这 那么它就是这样子 从一开盘就一直跌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最后 那么如果是这个呢 这样子呢 下跌呢 它也是反过来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开盘在这 开始 跌跌跌跌跌 它可能会中间往上冒了 也可能是开盘不久就往上冒了 我们不知道 假设啊 开始往上冒了回来 最后又跌 跌到这 它表示中间曾经有过一个高点 曾经有过高点 好 那么如果这个是下跌的情况呢 表示什么呀 表示 它这个开盘在这 开了之后 可能往上跌 跌了 往上涨到很高 回抽 又全部回来了 回来最后 没有过这个开盘 它是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和这个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反过来 如果尾巴在下面 假设这个地方尾巴在下面 这个下尾巴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地方涨 涨 涨 它可能是 当然哈 它是先涨再跌 还是先跌再涨 我们就不知道了 它有可能这个位置 我们就还是先跌再涨吧 因为这个具体情况还得看 那么有可能是先跌 跌下去 回抽再来 但是最终是涨的 也有可能先涨再跌 但是最终是涨的 总之 这个图形 它稍微差别 就是在开盘的那一段时间 但是它中间一定有一个 先往下跌 下探的过程 再回抽 最终涨上去 好 它是这样一个图形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 下尾巴又很深呢 这种情况呢 那么它是什么呢 就表示 开盘 开在这 是吧 然后跌跌跌 跌的很多 回抽的不多 一点点 一个是最低价 一个是最高价 比如这个地方 上面就有个最高价 它没有一个上一线 它就没有最高价 所以上面的尾巴代表价格层面最高能够达到哪 下面的尾巴代表价格最低能够达到哪 中间的实体部分就是一个是开盘 一个是收盘 当然我这个开盘收盘再次说一下 是用了股票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在加密货币里面 就是你这个时间点开始算的这个开 和这个时间点开始算的这个收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通过这个K线 我们就能够看出它背后的分时图 好 那就说 有的朋友说 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 他了解这个 如果你学透了学通了 你真的是最后能够一通百通 理解里面所有的含义 而不用去学什么K线组合那么复杂的东西 不然的话 别人换一个名字就把你忽悠了 然后你自己还觉得很神奇 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说在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我想说什么 好 我给大家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想 大家希望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 但是呢 就是可能有的完全初学者可能还听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后面还没有讲道士理论那一套 没有关系 你大概大概想知道我想说什么 就是说很多各种书上说的眼花聊聊的东西 都可以转化成很简单的 我们道士理论里面的一套分时的东西 好 我们首先说 比如有的书里面 说不是有的书 大多数书里面都是把运营线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盘信号 特别是长期下跌下来 那么说到这就行了 他也不告诉你为什么 我们先不讲盘口道理 那么就讲形态学道理 如果这个地方是个运线 那么这个运线它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个地方一直跌跌跌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十字星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个地方有曾经有上下起伏非常大 好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图和这个图两个一下子能够联想到脑海里面的时候 那么你就知道了 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一个下降过程中间的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如果运线这个位置只要再往上有亮 就是表示这个三角形的顶部被突破 那么就是一个标准的三角形突破 三角形顶部被突破 当然行情会向上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形态 形态学的东西 好 那么你就知道 好 这个情况 好 这是这是第一个 好 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 比如说在大多数书里面都会告诉你 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 它也是一个标准的反转形态 一根大阳线 然后一个高位十字星 再来一个大阴线 这样上去 基本上它一定会反转 那为什么一定会反转呢 那如果你不懂道理的话 你的死基因被 我看个图形会反转 有些时候你还忘了 如果你简单的会把它转化成什么样 这是上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它是反复盘整 这样子 这个地方又下来 那么这种图形两个一转换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什么样 头肩顶跌破 曲肩 这是左肩 这是右肩 头肩顶跌破 跌破的这个瞬间 就是最佳做空跌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形态学的意义 我不知道 当然哈 我觉得还是说完全初学的朋友 可能听不懂我说什么 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所有的K线都可以转化成 这种分时图里面去理解 一理解 一通百通 因为分时图的后面 我给大家讲形态学的意义 形态学的分时图 一通百通 还有什么三只乌鸦呀 为什么三只乌鸦排列 最后一下子就上去了 这些其实是通道嘛 形态学的通道 通道加速概念嘛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可以转化 只要一转化 就一通百通 这种形态学的意义理解好了 你理解什么 理解分时图 你理解一分钟K线 五分钟K线 日线周线 全部通了 一通百通 而不需要再去背什么K线组合 也不需要再去 背别人什么花蕾胡哨的名字 骗了 我觉得也不要骗了 被别人花蕾胡哨的名字 搞得头都大了 而且或者是觉得 哇别人好神了 还有比如有一个书里面 用一种形态 其实很有意义啊 他自己这个人 给这个形态取了名字 叫做清汤挂面 什么叫清汤挂 对 他叫清汤挂面 就是像一个筷子 中间有很多面条 清汤挂面 那么具体什么情况呢 就是左边一根大洋K线 这边一个大洋K线 中间有很多小K线 中间有很多小K线 就像一个清汤挂面一样 说这种形态 这种K线组合 它就会长 就会长 那么如果你稍微能够 把这种K线组合 换成我们的分石图 这个东西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 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过程中间的一些小箱体 小箱体再次被突破 就是这种形态 小箱体被突破 那么这种形态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 就是一个箱体 箱体突破 回抽最佳买入点在这儿吗 哪有什么神秘的 哪有什么神奇的 在配合量价而已 简单不能再简单了 就是基础的常识而已 但是就是因为它 K线组合可以玩很多花样 所以它可以取各种名字 然后去迷惑你 然后认为它这个东西很新 很有意思 很怎么样 实际上所有的K线 如果你能够把它转化成分石图 分石图 最后我们来介绍 道士理论里面的 逆转与持续经典形态 你都可以转化成各种经典形态 转化成通道 转化成箱体 转化成经典形态 然后从经典形态里面 我们去找到完美的买卖点 好 好 今天这一集呢 我个人觉得前面讲的比较简单 后面呢 可能没有听过我们道士理论 或者是经典的逆转与持续 逆转与持续 这种结构的话 他们可能不太听得懂 但没有关系 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也在下面踊跃的留言 只要是有价值 我都会一个一个给大家回复的 好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